师兄 师兄 你看 上天有好生之德 请四位 老大使 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们是衙门的 奉命捉拿援州魔教反贼余孽 少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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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使 有种留下名号 武当张三丰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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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少主 少主 这孩子 是我家少主 一遭毒手 长御冲叩谢张真人救命之人 起来起来起来 赶快起来 少主 我看你身受重伤 还如此保护幼主 你真是一个铁蒸蒸的汉子 我出手相助 你不必挂在心上 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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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少主 长英雄 我已经生气肺腹 长寨人 不必再为我浪费真力了 师公 师公 我 好冷 小姑娘 叫什么名字啊 我姓周 名叫周芷若 一个瑜伽女娃 名字倒取得挺优雅 你家住哪里啊 还有些什么人 待会儿送你回去 怎么了 我 我就跟爹爹两个住在船上 再没 再没别的人了 她可是家破人亡了 小小女孩无亲无故 都能任由她流落街头啊 该怎么安置你才好呢 张爷爷 他叫什么名字 张无忌 天气又不冷 张无忌为什么一直发抖啊 她 这小小年纪 怎么会中了极婴极寒的毒涨呢 她的伤势恐怕是活不长了 可怜的孩子 刚刚失去父母 自己又不于人事啊 张真人 小人内伤不轻 正要找一位神医去疗治 何不让她和小人一同前往啊 无计寒毒轻入肺腑 匪一般药可治 只能 只能慢慢化解 可是那位神医 当真有起死为生的能耐啊 你说的是蝴蝶蛊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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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武当七侠 武当虽胜五剑 威力依然不减 夫领教 师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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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三丰 你可回来了 亲家 等等 你叫我什么 小徒翠山娶令元为妻 武当天英不是英卿又是什么 自是英卿 你就不该放纵那些自认侠义之辈 害死我女 张三丰 还我女儿 是 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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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更是遗憾自責 武當派和天音教 若是為了翠山和素素 而相互殘殺 我想他們在九泉之下 絕不願意看到 英王 我們何不為他二人之不幸 共同罷守喜患呢 你的話我聽得進去 好 此事暫且放在一邊 我要見我的外孫張武忌 武忌不在武當 張三豐 你又 英王切莫發怒 為了武忌的安全之際 他的取出只能讓你一個人知道 好 武忌在蝴蝶谷移兵 武忌在蝴蝶谷移兵 蝴蝶谷 哦 武忌